好,來吧,現在本身一件事很好的, Poliatory effect 所有一切安保都解釋得到, 但始終是多事的人就有很多事, 於是他就繼續嘗試用不同的東西去重複這個事業, 於是就發生了問題, 好了,我現在說的是數量B的部分, 這個部分記住,因為這是一個experimental result, 所以你要背的, 因為這個實驗沒有辦法在中學的實驗中做到, 所以這些就是我做到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背的, 究竟Castical theory是在說什麼, 在實驗上有什麼不可以, 因為你沒有可能做到實驗, 所以你就知道以前科學的科學家做到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是需要你記住的, 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推導出來的, 除非你是上帝, 否則你不會知道這些東西存在的, 好了, 來吧, 所以要記住是要記住的, 先放下, 不要想著自己可以推導出來, 沒可能的, 好,開始了, 好了, 我們說這裏就會說一些Castical theory, 其實是要記住的, 如果是要記住的, 如果是不可以的話, 首先你要知道是什麼Castical theory, 如果全部Castical theory不可以的話, 我們就不用讀B值了, 不是的, 好了, 其實主要說的是Castical wave theory, 所以這裏先從少少了解一下, 究竟Castical theory如何解釋這件事, 然後我就嘗試去解釋, 究竟問題在哪裏, 好了, 來了, Castical theory其實就很簡單, 用一個類比的話呢, 就是一個煲水, 你看到書裏面都有一個煲水的圖在這裏, 其實說些什麼呢, 我們Castical theory考慮Energy, 其實就有兩個想法的, 第一個呢, 就是你中山本書都有說的, Light是Energy來的, 但是Light的Energy, 就應該跟Figrency無關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其實都說過, 我們Figrency高一點的話, 能量會高一點的, 但是我們大概是這樣想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高能一點的Microwave, Microwave可以高能的Xray的, 只要我們量多一點的話, 其實我們能量的Intensity, 其實應該跟Figrency無關的, 我講一下Intensity, 這個就是Intensity,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平常想的,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Energy可以累積的, 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這一刻, 不能夠將一些電子打出來, 但是我照足夠長時間的話, 慢慢吸慢慢吸的話, 它的能量其實可以累積到足夠能量, 所以, 無論我用什麼情況都好, 只要我給它多時間的話, 它可能就可以將電子跳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Castical Theory的想法, 情況就像煲碎一樣, 我能量夠多的話, 到時要夠長的話, 慢慢煲它, 慢慢煲它, 慢慢煲它就會出來, 另外就是, 我無論用什麼光也好, 總之是EM Wave的話, 我照下去的話, 我足夠長時間的話, 它應該都會有些電子跳出來的, 所以, 如果我這樣道理的話, 應該我足夠長時間, 我用任何的光, 都應該在FORWARD BIOS那時候, 都會有些電流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Castical Theory, predict的情況, predict的情況, predict的情況不代表是真的, 我不客氣, 如果predict是真的, 就代表是真的, 就代表是真的, 但現在predict的東西又錯了, 所以, 這個東西, 搞了幾年, 搞了幾年, 十幾年, 都沒有人, 沒有科學家, 解釋到發生什麼事, 好了, 它的FORWARD BIOS是什麼呢? 這裡, 可以簡單分為兩類, 第一類, 就是我們最容易理解的了, 就是TIME了, 如果我做這個實驗的話, 我發覺, 原來FORWARD BIOS出現的話, 是不用等的, 肯定是否選擇。 我的講法打給你的身體, 你裡面也可以選擇到一些需要的知道識別的心態, 比你推動的話, 你如果做這個Meethex Spents, ini真的一定要 yao 這就和Captical Theory casoźb크幅然 labeled, 你能量去累積的想法是完全相似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明明? 這個是不是你 Kelliect, 我如果做成功EFX的效果的話, 如果我的工作拍到這個結果, 我可以拍下來的話, 沒有想到便行喔, ONE不行就不划, 就是Carticle Theory 解釋不了的 好了 第二個 就是你經常會問的東西 就是原來這個實驗 會和 Frequency 是有關係的 這個才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因爲 Frequency 是計數的 就是證明你計數全部錯了 所以整個Physics 會倒閉的 如果解釋不了這件事 因爲你所有的 Frequency 都解釋不了這件事 所以要是 Frequency 錯 要是日常物理錯 那一定是 Frequency 錯 是不是 Frequency 是物理 是的 沒錯 要不就是日常生活錯 要不就是你 Frequency 的理論錯 那你不可能日常生活會錯 做到是這樣 當然 當年真的有些實驗 有些科學家懷疑那個實驗做錯 於是會重複實驗 重複實驗就更加做到更多的錯的數據出來 所以就更加證明實驗是沒有錯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應該就有 Frequency 需要修正 所以這裏就是一個引申點 後面的 modern physics 出現的原因 因爲它說的東西 真是難以想像的正常而言 但是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問題 好了 如果我是追蹤回 我用圖來解釋 這書裏面有文字解釋 我用圖來解釋 好了 如果現在我用一個 頻率高一點的鋼 但是它的 Intensity 是相同的 因爲它會發生什麼事呢 正常的想法是說 你的 Intensity 是相同 那Ford Bias就應該平 一樣的 因爲你的能量相同 因為 Healt Speed mercy 是跟Energy 沒有東西 所以如果你知道 是classical theory 這個乔將會 計算是不是 因爲我現在只剩下這個 製作其是釋小的 全部失去改變 所以就應該所有東西都沒有改變 如果社會學家做多的結果是這樣的 就一天都安耗了 那就不用再做其他東西了 好了 但是我實驗結果出現的東西 是超過可怕的 它錯的程度是怎樣錯呢 是錯了的 完美地避開正確答案 當然這個正確答案是錯的 好 我們發覺experiment 做出來的結果會是這樣的 無論左邊和右邊都錯的 好了 如果現在在這個case 裏面 我們發覺這個forward virus 的cleron 反而更小了 好了 而這個stopping potential 就再負一些 所以你會發覺無論左邊和右邊 我如果fix 所有東西 只是fluency 改變的話 成幅圖是會變的 這個是Carticle Theory 解釋不了的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問題 好了 如果將這個問題寫成一個文字的話 我可以怎樣說呢 好了 來了 因為你會看到stopping potential 是跟fluency有關的 所以我會發覺 這個maximum ke 是depends on fluency 如果我用文字寫的話 第一個分別就在於這個東西 我們發覺原來的maximum frequency 或者叫stopping potential 是跟fluency有關的 好了 第二個跟它一樣的說法 那個叫做first soul frequency 我們發覺 我們發覺呢 我解釋一下 原來FulloElectric Effect的話呢 我不要再解釋了 免得看youtube的同學是搞不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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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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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ci 不會有電子跳出來 這兩個是完全違反了 Castography 能夠解釋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們看這個世界的看法 是不是有些問題 是不是需要修正 這裏就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在這裏先停一停 這一節說簡單來說 這一節這一部份是一些實驗結果 我們發覺實驗結果跟Castography 的預測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嘗試找出這個原因 我們修正的不是修正世界 我們修正過問你的理論 去令到我們的理論可以解釋見到的東西 好了 而這個實驗結果其實是明顯看得到的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實驗 所以這些實驗的結果就要記住了 而我們解釋不到的東西主要就是兩個部份 一部份就是即時的燃燃 第二個部份就是它的頻率 是影響到那個火力的效果的 對不對 當時在1906年代是沒有解釋這件事的 因為完全不知道 從Castography 裡面都找不到任何的端倪 找不到任何的解釋可以解釋到這件事 所以這裏就出現了需要有些新的方法解釋 好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節要說的東西 我們先停一停 讓記錄一下 我們先休息兩分鐘 我們先停一停 後來 我們先停一停 後來 我們先停一停 後來 感谢观看